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结果 爹老律师用全部精力和心血 酿造的白葡萄酒 却在项目桶里酿造时 发生了纯化 本来应该清澈透明的葡萄酒 却变成了褐色 老律师以为 自己的一切努力换来的只是一场失败 他伤心极了 决定 把这葡萄酒全部倒掉 那他多可怜呀 是啊 那他该多伤心啊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 没想到老律师那个玩世不恭的儿子 在一个英国酒商呢 听到了一个关于白葡萄酒的传奇 就是一些爵士的白葡萄酒 它好到一定程度 它会发生变色 过一个阶段 它又能恢复 那他们家的酒 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呀 不过那晚了 老律师早就到得了 儿子赶紧赶回酒庄 但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那些酒都流入了大海 他失望之余 跑到自己 尝去的一家酒吧三心 没想到 酒吧老板 拿出一瓶 全新的白葡萄酒 他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他自己家酿造的 那赶紧拿走啊 原来 酒吧老板在老律师倒掉酒的同时 偷偷地留下几瓶 仅存的几瓶啊 结果 他儿子在飞机起飞的最后一刻 拦住了那个英国酒商 把这瓶失而复得的白葡萄酒 交给英国酒商 托他带到法国去参加比赛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瓶酒 战胜了所有的法国酒 取得了第一名 哇 太厉害了 老律师 一辈子的心血 换来的是成功啊 更重要的是 这瓶叫沙杜莫特兰娜的葡萄酒 给所有都爱葡萄酒的人 开创了全新的眼界 意识到新世纪 葡萄酒的广阔前景 沈沈 把酒给我 每当我喝这种酒 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你们和老律师一样 你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 也许你们没有丰厚的底蕴 但是 你们有梦想 来 为了以后 能够成为完美的女人 为了自由 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 为了不能说的秘密 为了你们年轻的梦想 干杯 干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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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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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谁呀 怎么了 怎么了 走了 我还没死呢 奶奶奶奶走了 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美好 我没有领阅过 你们的热情让我重生 我要用这第二次的生命 行走有理由 这样即使我倒下 也死在美景之中 这便是我的梦想 剩下的就看你们的了 祝你们与我一样 梦想成真 奶奶 我真没想到她就这么走了 我怎么办 酒庄怎么办 珠珊 别哭了 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可是我害怕 我好担心奶奶呀 她那么大年龄了 万一真的在路上 这不正是她的梦想吗 而且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想 可是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吗 要不然你们都来酒庄陪着我 酒庄哪挤得下我们这么多口租 再挤也比你家宽敞 读珊说得对 以后我们有空就常来 可是我想不到借口帮你们留下 我们帮你想啊 奶奶不是说今年是葡萄的好年份吗 怎么样 好啊 这主意不错 这主意相当不错 行行行 只要杜珊你庄主不哭 什么都行 那你们都来陪我 陪我酿酒 肯定 这都怎么回事啊 不是每周一拍吗 怎么又一拍啊 我的天啊 你还不知道吗 杜珊说了 酿酒光靠咱们四个不行 得招酿酒师跟管理员 王所姐王所姐 杜珊 蛋壳你来啦 待会儿要招聘会 你可是主审官 你要严格哟 我办事儿 你放心 了解 宽玉律己 言以待人嘛 不要一针见血嘛 今天谢谢大家来帮我搞这次的招聘会 今天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找到一个能担当起酒窖管理重任的人 没错 这个人必须有水平能力强 三脚猫我们不能找 开始 作弊呦 平时呢 酒窖只有我跟蛋壳两个人 所以为了我们的安全 这个病病人员的背景也得查清楚 站起来 站起来 心怀鬼胎狼狈为奸者 绝对不能招 你们两个 出局 停 停 出局 说是管理工作 但是其实要亲力亲为许多农伙 所以 大靠山 尸多农伯 坏 宽所 就停 амен 直 articulated 他 路 找 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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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不要 嗯 嗯 清晰 你终于来了 你一定想听我解释 对不起 我没办法解释 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 你说什么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是我误会你了 我是这么一个孤僻 古怪 没有任何趣味的人 黄炼 我真的很羡慕你 你那么有热情 有活力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好开心 从没有那么开心过 但是 我知道 自己其实不配合你在一起 事情我都知道了 那天 看见你身上的口红印时 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可笑 我原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不会有那些感情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和那些女孩一样 也会嫉妒 这恐怕 是因为 我 已经喜欢上你了 请我一下 我就原谅你 亲我一下 我 亲我一下 好了 开玩笑了 我不会勉强你做你任何不喜欢做的事情 下周 我在这里会有个世里的比赛 我准备很久了 你会来加油吗 等到说我赢了 你就得亲我一下 我准备很久了 你会来加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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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呀 小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敢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不给我解释心 甭想睡觉 蛋壳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是咱们新找的酒窖管理员 酒窖管理员 我可没让他干 蛋壳 那天很了解酒的 而且 他愿意为咱们提供无偿的服务 无偿的 现在哪有人愿意白干活啊 肯定是有所图吧 说吧 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蛋壳 那天真的不是坏人 他很懂酒 而且也是真的爱酒 他之所以来咱们这儿帮忙 就是因为 他也主张手功劳做酿酒 这不是正和咱们酒庄的宗旨一样吗 杜珊 你能不能不那么天真了 他说什么你都信 你见过哪个骗子脸上写着骗子两个字的 不管你相不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 别再做出伤害藏酒的事情 谁伤害藏酒了 我还没说你呢 你血口犯人 你是心虚了吧 那天 不赖蛋壳 是我让他去拿酒的 酒窖灯坏了 明天就找人来修 大半夜拿个手电筒 闹出吓唬人 亏的今天是我 要是你呢 杜珊 那天 蛋壳也是咱们酒窖的主人 所以他想喝酒 是他的权利 那天是管理师嘛 他在尽他的责任 不赖他 你们俩都没错 不就是赶上咱们酒窖灯坏了吗 他有错 我没错 你今天的确吓着人家了吧 你就跟人家道歉呗 对不起 去 我拿点酒 没让你拿 让他拿 不是免费的 不要钱吗 照顾好好利用利用 你家喝酒不用杯子 直接对着瓶吹 把牛奶先喝了吧 你跟着我干嘛 顺路 你住这儿啊 你今天都发了什么了 我闭眼了 那你也没这个道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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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那天 干嘛 我刚刚受的惊吓 然后晚上也没吃饭 有点饿 你帮我找点吃的呗 想吃什么 晚上又不能吃肉量太高的 就吃个瓶盘吧 好的 我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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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我媳妇还没做好呢 大清早的花那么美干嘛呀 人家暧昧 怎么样睡得好不好 下午给大家来喝午茶吧 新学做的曲奇饼哟 好 那你帮我通知一下呗 嗯 我三五还有事呢 你让 你让 那谁通知 谁啊 那谁 谢谢 那天 没问题 好好吃呗 嗯 谢谢 你不必要想法治 法国知道吗 法国什么事啊 桃源啊 姑娘你别跟我手这些没用的啊 三天之内必须给我找个电话 找不到电话 全都退款 退款退款 喂 什么人 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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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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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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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